欢迎收看财经护城河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龙高 在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算是一个开平高盘的一个走势 那在全天的行情呢 属于一个偏空震荡整理的一个格局 那这量缩的走势呢 最后是下跌了这47点 缩在17,693点 那在今天的这一个行情上面 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所谓的疫情 本土的疫情呢 这个持续的扩烧 那在过去呢 我们都跟大家讲说 在这一个没有重症 没有死亡率的情况之下 并不要太过的担忧 但是呢在这时间点呢 除了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连带的这国际股市呢 在昨天到今天 在亚洲主要股市 都是偏弱的 虽然今天的这行情 出现一些这样卖压 而这卖压又要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接下来 是清明节的连续假期 所以呢这个卖压 造成的是买盘这样 信心更低 信心更低 那今天的行情 算是这个量缩的格局 那这个量缩的格局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面 首先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buffet喜宴 群聚狂烧 好了这个确诊的 这个人数呢 照这个 这样从台东 那都已经有 这样有确诊的病例了 在这金门也有了 那这高雄也有了 那当然这多点 这一个爆发的时间点 连带的是台中的 这个32天加龄也破功了 那台中的这个喜宴 这个扩烧的这个速度 那这个蛮广的 蛮广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呢 是这个台东说的 在真的5例的这个确诊病案 这个病例 这个一家四口全重 一家四口全重 那在我们今天下午的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卫福部的记者会上面呢 就直接公布大家 今天的本土确诊的病例是87例 那这个境外是152例 那创9个月以来的 这一个新高 好 那对这种事情的 这个情况呢 那我们的这个 侯友宇部长呢 说可能要怎样 在安排要打第四季 这第四季呢 其实也不是他说了算了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我们的称赎中部长呢 对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呢 他针对这基隆 要下达这个类普塞的 这一个怎样政策 好 那我会告诉大家 那这怎样类普塞下去 基隆有多少人 很多人对不对 这类普塞塞下去 我会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这确诊的人数 肯定会怎样 还是会怎样持续的电高 这个往上这个增加的几率比较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今天的行情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台子的这个大盘走势呢 开一个平高盘之后呢 就直接往下回落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好消息是这个开盘量是量缩的 好在量缩 缩缩 缩的代表是什么 开盘追价的意愿比较低 但是也代表是什么 今天盘中这个追空的卖压 也不会这么的强大 虽然这个开盘的量缩 这个缩小到这300亿元以下 非常的不错 好了 这个震荡震荡的走势呢 相对强势的股票 当然是防疫概念股 那防疫概念股的这个首选 这最好的标的 当然是在1732的毛宝 好那这毛宝呢 相对这所谓的康这个 这个9919 9939 不管反正就是这个其他的 这个恒大做口罩的 或者是说这个口罩相关的这些股票 好这个包括蓝6 这个股价都相对的强势 那毛宝的股价走强 那也有其他的这个防疫概念股的 属于这个生计方面的这个防疫股 好那也是走强 那今天的这个行情表现 那我们标题就直接告诉大家 好这标题就直接说政策 昨天是怎样这一个店家涨价政策 转弯这利多到今天变成这样 疫情扩散 再加上这个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国际股市从昨天晚上的 美国四大指数到今天亚洲主要股市 表现并不是这么的强烈的情况 那更怎样面临的是怎样 结钱 这个买气这个信心不足 所以今天这一个行情 投资票你觉得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好还是不好 好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结论 我的看法是不好 今天这个行情走势 这个虽然没有跌很多 但是对于这个整个行情的 这个线路上面的变化 我认为不好 我认为不好 好那这种行情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昨天买进的一档股票 那我们昨天买进呢 就现买现涨停了 那在今天我们就直接就把它卖掉了 这卖掉的股票 这卖掉的股票呢 是这一个8.121的月峰 然后会员呢在找盘 我们在9点多的时候就有挂价 44.25元 而挂价卖出 全输获利卖出 那如果没有成交的话呢 我们建议改成这个43.5元 再全部这样把它卖出去 好那这一个地方叫做月峰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买进的是不是月峰 来看一下好不好 昨天啊 这昨天盖起来你看不到 8.121的月峰 该公司连续这样 两年转亏为盈 这没有错了 这叫做月峰然后后面我就不念了 总而言之 我们昨天买进的价格是40.2元 那在今天卖出的价格是44.25元 就怎样 丢出信息了 好这个地方当然有的人不会成交 那我们改价改43.5元 那这股价 这股价在这边 有些人没有成交到 那这地方再直接改价 股价最后收盘收到这地方 面临这种行情 面临现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操作做短线就是要这样做 好 这边这是8.121的月峰 好那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刚刚我们说过了 这个四大指数的这个表现 昨天晚上是偏空震荡收低的 美股 因为乌恶谈判这样 未果 又没有结果 好那这个到底会不会有结果 好那我个人认为 最终一定会有结果 那现在还没有结果 不代表未来不会有 好那讲有点废话 好那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乌俄战争 你不用过度的担忧 请你不要过度担忧 最后一定是怎样 政治协商 政治怎样谈判结束 好那这个我还是认为 这个普丁 最后会打退堂股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好面对这种行情的 这个国际股市的卖动呢 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 只会看一下 这个中和这个大陆 中国大陆上海中和指数呢 这是一个偏空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 那日本呢也是一样 这开低之后稍微由黑翻红再加上又由红翻黑 最后是这个下挫缩低 好那香港人生指数就不用讲了 这更为弱势 那南安股市今天表现算是这个中规中矩 还算不错 但是台北股市呢 今天的这个表现 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开了一个平高盘 开盘量是量缩 缩小到241亿元 低于了这300亿 这个地方 这代表是怎样 攻坚不易 当然也代表是下杀不易 然而这是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行情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一个决论了 我认为在股价线路上面 当然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走势 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看 接下来的行情会怎么变化 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这个股王CTKY 这张图是怎样 股后信华 这两党公司 这两间公司的股价 在今天早盘 大盘开一个平高盘的情况之下 股王股后 有没有买盘跳进去 有 这冲高追价的这个买盘 有丢进去 这冲高 这一冲 冲到360块 这一涨就涨到100多块 好 这个信华也是这样 一冲就冲到这个最高点 这个地方 这也是 看一下 OK 最高点 338块 338 这地方也是涨到60多块 虽然这早盘 这早盘呢 这个股王股后 都怎样 有买盘进场 但是 为什么还是拉不起来 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这样 国际股市有点偏弱 好 在这个时间点呢 早盘一样 你可以看盘 看到这个股王股后呢 走强之后呢 再另外一个怎样 跟店有关的 跟店有关的 除了股王之后 股王是做什么的 IC设计 IC怎样 电源晶片 电源管理晶片的 跟店有关的 是现在是当股王嘛 对不对 好 那股后是跟伺服器有关的 那这个地方 上尾头控跟中芯店 在今天早盘开盘之后 也是这样 变变 就是上尾头控的 这买盘感觉上很不错 很厉害 好像要冲涨停的样子 但是 你有没有被骗进去 你有没有受不了 跳进去买了 上尾头控 结果收盘 收在这个地方 想要当冲 结果赔了一屁股 有没有 你自己要思考一下 中芯店呢 好 有没有 同志啊 搞不好你上尾头控 没有看到 只看到中芯店 中芯店跳进去 想要当冲赚他一把 结果呢 同志啊 收在这个地方 这盘中海这样 油黑 油红翻黑 油红翻黑 在这震荡 在平盘附近 最后收在平盘 小涨 这中芯店 在今天的早盘 开盘的时间点 台北股市开平高 神交样量缩 你竟然跳进去买强势股 投资没有 头脑要想一下 想一下 你会不会看盘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开平高盘 开盘量 量缩代表是什么 追价的意愿是减少的 那买盘是怎样 是怪怪的 你怎么会跳进去 去追强势股 一追追中芯店 还以为自己可以 获利当冲 有没有 厉害的很 结果在最后是怎样 当冲赔钱 那如果你追到上围呢 动作快可能还可以小赚 但是动作慢 搞不好会赔更多 头脑 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 股后在早盘也是一样 有一些怎样买单 买盘跳进去冲高 结果最后还是回落 今天的行情 从一开盘的开盘量 就可以告诉大家了 追价的意愿不是很高 头脑 如果你不会看盘 我再讲一次 这个细节会决定成败 细节会决定成败 如果你对于这个看盘 行情的这个程度呢 这个功力不够 那我会告诉你 就尽量不要乱做 尽量不要乱做 找一个对的老师 来带你 你赚钱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好 在刚刚讲到的是风力发电 那以这个光电的产业来看 是太阳能 这绿电 绿电除了风力发电 还有光电 就是太阳能 在找盘有没有卖这个买 这个买器上去拱 安吉有没有 有啦 帽底有没有 还有一支股票 元金对不对 都有买盘进去 投资票 最后你看一下 这个安吉表现的怎样 好像还可以 那即使这个当冲是赔钱 应该赔的不会比上尾多 赔的不会比中兴电还多 那如果你买帽底呢 就好像比较弱了一点 对不对 好 那相对的 我们再讲的是 今天的这开盘 开盘量 开平高盘 是怎样 241亿元的 你是我节目的粉丝 你就一定要有这个观念 9.06分的成加量 就叫做开盘量 如果你都不会 投资票 我再讲的是 麻烦你找一个老师来带领你 会比较安心 股票不会乱做 股票不会乱做 想要做短线价差 结果怎样 赚赚赚给他 赔掉了 这个赚反而变赔 好 看一下大盘 大盘我们在这里面有三条线 这三条线的这下面这叫做粉红色的线 这上面叫做蓝色的线 这中间这叫做蓝色的虚线 这个讲废话 对不对 用眼睛看就知道 这边有三条线 那颜色就不用再讲了 那直接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叫什么位置 18159 这一根黑黑线是怎样 具有空头意义的黑黑线 18159是它的最高一点 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17939 这根也是一样 具有空头意义的黑黑线 它的最高一点是 17939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 是这一根红黑线 这根红黑线 具有多头意义的红黑线 它的最低点是17172 好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 具有空头意义的黑黑线 它的最高一点是17177 好 这地方 这三个位置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 接下来的行情的变化 就会在这区间波动 好 这区间波动 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什么 4月份 4月份的行情 那一样的 整个事件会围绕在乌二战争 通过膨胀的数据 跟这个美国FET 升息的这个新这个政策 好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封城 跟台湾本土确诊 再加上是怎样 Q1企业财务报表 好 这些讯息 这些重要的事件 在4月份都会怎样出现 对4月份的行情 你怎么看待 今天是3月31号 明天开始就是4月1号了 好 你不要想说 老师 明天是愚人节 不管他 后天就先放清明姐再讲 好没有关系 好清明姐 清明姐就这样 清明姐会不会变盘 会不会 如果会会怎么变 好 同样我说过了 2022年4月线上投资展望 这是我们怎样 会员朋友专属的影音内容 每个月每个月的月底 我都会怎样 做这一份简报给我的会员 4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我在今天的早上已经录完了 今天中午我就把讯息传出去 给我的会员 好 我们已经录完了 有空可以怎样上网登录 可以观看 好 那现阶段的这个操作策略 选股方向 又是在哪里 全部都在这一个线上投资展望的内容里面 你想要知道 我已经讲过了 只有一条路 就是来加入我的会员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对于4月份的行情 我们刚刚说过了 就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围绕着这事件 那你自己应该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构想 如果你觉得你不完 你的思考逻辑不完整 或者你的思考方向 可能怎样 你觉得不太对的话 那就一定要来怎样 这个聆听观看 好 那来加入我的会员 好不好 好 那这个加入会员 当然就怎样 拨打电话号码 2253 对吧 这个地方有2653 不是2253 是2653 8299 好不好 来看一下这支股票叫做东减 那我们之前有告诉大家 他是这样 人气满满 交易要小心量缩 那对这人气满满 这成交量爆出22万张以上 我在节目上面也公开的告诉大家 有人买了22万张 也有人这样 卖了22万张 那这一买一卖 到底是谁买 答案很简单 就是投资朋友 那谁有22万张的股票可以卖出来 好 同志们 那我就不要讲那三个字 好不好 你就自己心知肚明了 那昨天股价杀到跌停 今天股价呢 又怎样 又冲高 同志们 为什么会冲高 因为昨天亮梭 你就说 昨天下跌亮梭 所以今天怎样 可以冲高 同志们 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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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怎么样 尾盘又灌下来 这尾盘灌多少 我已经算给你看了 同志们 28835张 这28835张 是从这个最高点 这个最高点开始往下 这大约是这样 1.04分的时候 1.04分的最高点 1.05分就开始掉下来 从1.04分开始算 算到收盘价 算到收盘的这时间点 是28835张 在这个地方灌下去 请问你手中的东减 你买在前天 这个高点 来同志们 看一下 看一下 好 你怎么办 你买在这个位置 你买在这一天爆量 你觉得说有量才有价 追进去爆量的时候 隔天是杀到跌停 在今天怎样 找盘 你都不会停损卖出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有机会 对不对 因为今天行情 怎样 早上他有这样放量感觉还不错 最后呢 杀了没有 28000张丢出来灌尾盘 你怎么办 好同志们 我只会给你一个建议 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 接下来你的交易 如果你是买在这里的 买在这里的 接下来的交易是这样 就怎样 看着成交易变化 他不能量缩 不能量缩 而这地方没有量缩 是今天 但是同志们 这个成交量够吗 这个成交量够吗 请看一下 请看一下 我给你的一个提示 这个提示叫做什么 量价关系 均量值跟股价的关系 你会吗 你会量价关系 有量才会有价 没有量就没有价 那个量价背离 量价起涨 量价巨洋 你都会嘛 那这讲出来 你是朗朗上口 搞不好讲得比我更厉害 但是现在我请问你 均量值跟股价的关系 你会吗 你懂吗 你的技术分析 你会吗 同志们 自己看一下 这个地方量没有说 这是你的解读 这是你的解读 量真的 对 股价应该就好了 但是呢 这量到底够不够 答案当然不够 答案不够 他就这样 杀尾盘 杀到够为止 但是杀到最后还是不够 为什么 因为 太晚杀了 太晚杀了 杀的这个时间点 这个最后半小时左右 杀就去成交量 多了两万八千多张 可是这成交量 怎样 比昨天多少 才多多少 只有昨天是九万 今天是这个两万九 所以呢 这个原本 如果没有杀盘 如果没有杀盘 也没有交易量的话 这最后收盘 会比昨天多一点 但是一杀盘呢 多了这两万多张 两万九千张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的卖压 这个地方的卖压 灌下去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还是要小心 你手中有股票 还是要小心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交易的话呢 我们LINE AT LINE AT在哪里 在我的手下方 随时都怎样 欢迎你扫描来询问 就这么简单 你有手中有东减 你买错位置的 量价关系不懂的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的 随时都可以扫描来加入 来询问 好不好 好 那这是东减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支股票叫做元泰 元泰这支股票今天尾盘 你这样 刚刚东减是杀到收盘 那元泰呢 先拉高再杀 当然没有杀到平盘下 那但是在这个波动 这剧烈的波动也是这样 非常凶猛的 好 那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冲进去呢 就很厉害了 对不对 结果呢 被人家倒货倒到这个地方 好 那这倒货 拉高是出货 倒货还是 还会继续涨 好 投资好 那以这个元泰的 这股价的先入来看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元泰 一样 没按到 来看一下元泰 元泰的股价今天是创高 留上影线 这个上影线是这样 冲尾盘拉高之后再杀 创高再杀 就留上影线 这成交量够不够大 有没有比东减来大 答案叫做有 答案叫做有 为什么会这样 我刚才已经暗示过你了 你技术分析哪里不会 你自己看一下 自己比照一下 好 这个地方 刚好这地方杀下去呢 这成交量就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也留了上影线 那这是不是先人指路 是不是先人指路 答案叫做不是 答案叫做不是 因为他没有爆量 所以这叫做不是先人指路 那不是先人指路 成交量又稍微的扩增 那又留了这么长的上影线 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压力 还是不是压力 是不是压力 好 投资好 以你的角度来看 这是怎样 收一根红色的k线 比如上影线 成交量稍微放大 你可能会认为这地方怎样 不是压力 那我会告诉大家 不管这个明天股价 有没有来测这个上影线的这个高点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股价呢 我会告诉大家 这股价呢 还有机会来测这上影线的高点 就是这个上影线这个位置 这区间 这区间有这么大 好那不管测到哪里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成交量就很变就很重要 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如果那是量缩往上测这个上影线 那我会告诉大家 那你就一定要怎样 站在卖方 如果它是连续放量成交量 会怎样量滚量 这成交量 接下来会一直增加 来测这个高点 这个跟上影线的这个位置区域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那你就恭喜你了 这股价肯定还会再走高 好那讲得很清楚 希望你听得懂 这量价量价 那这个地方你到底会还是不会 那基本上元泰跟东减涨的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去呢 这个地方呢 再看这支股票叫做台阳 台阳的股价呢 在今天一样尾盘又有人去敲去买进了 这三档股票真的很厉害 在尾盘都变化 东减往下刹 元泰拉高再刹 好那这个台阳呢是怎样 直接往上拉高 那为什么台阳能够拉高 为什么台阳能够拉高 好同学 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今天下午4点 这个我们星期四下午5点半 我们赢家大亨的影片 就要怎样挂上架了 所以要拉高 这样子讲怪怪的对不对 好那自己留意一下 好那我会告诉大家 对于这一个台阳 他这一个所谓的我们的卫星 这个星链计划 那这个到底星链计划到底是怎样 上次我们在赢家大亨的这个频道 已经有跟大家讲过了 好那这一次这一次当然再讲一次啊 那这台阳的股价为什么能够再走强 好那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跟怎样战争有关系 那这乌俄战争原本怎样谈判 就感觉好像要close对不对 感觉上要达成协议 结果又还没有达成协议 所以今天今天这行情呢 当然是怎样 有战争呢 这个通信微信就会怎样 听得懂也是吗 好那刚好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怎样 Smart金融库的这个赢家大亨的频道 在今天下午4点 这个不是4点 今天星期四 这个下午5点半 就首播会挂上架在这YouTube 好那如果你有兴趣 就请你来看哦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来看一下这支股票叫什么 这叫做苹果Apple 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已经有告诉大家 苹果的股价在日K线上面 前天到前天是这样 连时依红 昨天下跌了啦对不对 那到前天是怎样 周K线连三红 好那我已经有公开的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 你去把这个美国的重要的科技股的大厂 来调出来 它的股价线路 能够这样接近于全波高点的 没有几档哦 没有几档哦 那苹果是其中一档 那昨天稍微的回落 这地方是不是周K线连三红 那就看怎样 就看这未来两个交易日的表现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苹果苹果苹果的股价 昨天稍微的回档 但是今天的红海是怎样 抗跌而且有买盘的哦 昨天苹果的股价是下跌收低 但是今天红海的股价是怎样 抗跌有买盘的 那昨天我们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讲过 郁金光跟谁精彩股价都这样有在 怎样 有人跳进去 当然今天这两档股票的表现不是这么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3406的郁金光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卖压 有卖压 有没有很强的卖压 没有很强的卖压 昨天大涨 今天这一根黑K线 感觉上还可以 3374的这个精彩 今天有没有卖压 感觉上比郁金光的卖压小了 对不对 好 那昨天大涨 今天呢 这个流向影线 这个K线 感觉还算不错 这个跳空的缺口 代表是什么意思 那你自己要去留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往下跳 往下跳 这个地方是往上跳 这股价攻到这地方是回补缺口 回补缺口之后呢 它面临的是什么 面临的是这个地方往下跳 转为这样压力转为支撑的这个区域 到底会不会再被跌破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下影线就流出来了 成交量也放大了 这代表是什么 这代表是有一些这个买盘是怎样 有低阶的 好 有低阶的 好 那当然呢 在这找盘的这卖压比较强一点呢 在打下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应该顺势应该就会这样往下回落 但是它并没有 这低阶的买盘还算不错 我买了这么久 我买了这么久 好 那这精彩啊 我们就不多讲了 因为这个 我们也没有了 那我们稍微跟大家带一下 苹果 苹果 苹概股 你必须要特别特别留意 好 那在这个地方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的左势呢 在这时间点呢 你留意一下 昨天的这个日K线 我们没有秀啦 这张图昨天没有秀 多方动能是开始转强 周K线呢 多方动能是这个强度继续增强 那比上个礼拜增加了2.4% 那这日K线是空方动能强度继续增强 再增加了28.6% 那到今天 到今天呢 日K线的多方动能的强度 是比昨天减少了77.5% 那周K线的多方动能强度呢 是比上个礼拜减少了11.8% 那周K线的空方动能是比上个礼拜 这个上个月增加了31.8% 换句要说 今天的这一根下跌的走势 有没有影响到整个数值的变化 投资朋友答案当叫做有 答案叫做有 节目的一开始我就告诉大家 我认为今天这个地方 大盘虽然只是一个小跌的一个走势 但是对这个股价线路上的变化 这一根黑K线 虽然是量缩 但是整个市场上的这一个 这个股价线路是有影响的 是有影响的 而这个影响 这影响到底是什么影响 那我刚刚已经画了三条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地方 好看一下 OK 这三条线 这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义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只会告诉大家 我们2022年4月份 线上投资展望的这个影音内容上面 我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朋友 我会员朋友当然观看就会知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三条线的意义 代表是什么 那我已经暗示给大家好不好 就区间 区间 好那这个区间呢 这个你就自己解读了 好吧 我就不多说了 那接下来的大盘的这走势呢 因为这一个地方 今天的这个下跌 是量缩的 那到底怎么看呢 那先看一下 这量缩 量缩 量缩 缩得这样 够明显 短线上面股价线路会有影响 但是对多头而言还算是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下跌量缩 量级缩 这代表是什么 卖压 最空卖压 其实这样 也还好而已 也还好而已 好不好 好那这地方的这个量缩 那以周K线上面的角度来看呢 这周K线当然也是这样量缩 那今天是星期四 那明天是星期五 明天的这成交量加上去会不会比上个礼拜还多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大盘的周K线 这上个上个礼拜呢 是这个1.3兆1.34兆 那今天到现在是这1.03兆 换句话说明天要3000多亿 好明天至少要3100亿 这个成交量才会怎样 大盘的成交量 周K线成交量才会怎样 跟上个礼拜一样 好如果明天没有3100亿 那这成交量就会量缩 对不对 量缩量缩 可是这个地方是缩红K线 好那你会应该怎么解读 你会说老师这个地方追价 有没有 又好像感觉不太好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缩一根红K线 成交量增 但是呢 这个股价 这个股价呢 其实表现的没有这么的强劲 好那如果你是这样解读的话呢 当然就见仁见智了 我只会告诉大家 这叫做双丁打庄 双丁打庄功高之后呢 这个量缩 在这个礼拜又怎样又量缩 这个你不要意外 为什么 因为先前我们就已经告诉大家 大盘落底的时间 落底的时间 两个时间嘛 第一个叫三月中 第二个叫什么 七明节过完变盘向上 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好了 先前我们本来认为三月中就落底嘛 三月十六号 这个地方叫落底 但是因为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价在这地方竟然有这样破前低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落底的时间往后沿 延到这样清明节过后 这是我们的这个看盘的这个分析这个看法 所以呢 在现阶段这个地方量缩量缩 请你也不要过度的紧张 那只是缺点是说 缺点是说这大盘要攻高 这成交量不够 17939是怎样 这不是大盘 这地方量缩 这地方要攻高 要攻这个17939 它就怎样 会有困难度 会有困难度 而且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18159应该不会过 应该不会过 就直接跟大家讲了 你也不用再多想了 好那这大盘的走势呢 在现阶段的这个看法呢 会比较比较偏向于区间 跟震荡整理 就这么简单 那这量缩跟量增 这个时间点呢 你就不用过度的太在意 也不要太这样 太去刻意的去解读 太刻意的去解读 这量价关系 那好消息是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这个 这个昨天前天 有跟他讲过了 这地方的量价的结构呢 在月K线上面呢 出现一些怎样 有机会的怎样 改变的情况 而这个改变的情况呢 在下个月的行情 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同学们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 在这个4月份线上 投资展望 肯定就可以得到答案 相反的 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是的话呢 你想要知道 我的分析看法见解 就只好这样 加入我的会员 来锁定 4月份线上投资展望 清明节会变盘 会怎么变 现阶段操作策略 又是怎么样 投资朋友 我们一开盘 这个节目一开始 就告诉大家 昨天买进的 这一档股票叫做什么 叫做月峰 我们在今天 昨天买进就怎样 直接就工涨停了 对不对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 行情变化的情况之下 赶快就代会员获利卖出了 这44.25 这个9点半之前就有挂价 没有成交的 没有关系 我们在后面再挂 这43.5直接卖出去 这8%左右是用43.5元来计算 我不是用44.25元来计算 我是用这个来计算 那用这个来计算 我们两天就快速赚了一下 赚这笔 现阶段的行情 就是这样子做 来投资朋友 这一档股票叫做什么 亚诺法 今天一样强势的公道涨停 这一档股票 你觉得你会怎么操作 怎么赚 这档股票是强势股 你觉得你应该怎么赚 同志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过去你买这强势股 追价买进来 常常怎样 今天买 结果明天不会涨 明天再追一个强势股 明天买的结果 后天又不会涨 这强势股轮动轮涨 速度很快 那你就每天买 每天套 同志朋友 我有一个方法 我研究出一个方法 买起来会比较稳健 你想要知道 亚诺法要怎么赚 会买的比较安心 赚的比较安心 就请你来家来询问 在我的手下方就有lite 你可以随时来加入来询问 你来问我就一定会告诉你 这档股票 你到底要怎么赚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这88发财专案 今天是3月31号 这个月 你是受薪的投资票 赶快来加入 这一年一度空前绝后的 这一个庆生特会礼 都会给你 今天最后一天 请你好好的把握 请你好好的把握 财经物成额 让我为您守护与创造财富的堡垒 希望你把握入会的机会 这个会费 当然会比较便宜一点 02-2653-8299 这是我们入会咨询电话 如果你不想要打电话 也可以在lite上面询问 lite在我的手下方 你随时可以扫描 加入QR Code 就来询问 其他的股票投资的问题 一样都可以在lite来询问 好吧 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地方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